大孝子将母亲推进坑里 盖上用钢筋做的网门 母亲挣扎着想出来 但无济于事 更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大孝子并没有停手的意思 怒气冲冲地走到搅拌机后面 把里面刚调好的水泥倒出 水泥从管道流进坑里 不一会就淹没了母亲的腿脚 几天前 三个熊孩子在垃圾场玩耍 他们发现了一个水泥桶 水泥是凝固的 里面露出一截女人的手掌 上面还涂着红色的指甲油 根据警方的超声透视图 桶里果然装着一位女性尸体 从她面部表情上的惊恐程度来看 女人是活生生被水泥淹死的 可想而知当时的她有多痛苦 凶手和死者之间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 才能使出如此残忍的手段 调查组搜集了死者的信息 女人名叫丽莎 35岁 四年前和丈夫离婚 独自抚养年纪上小的儿子 现在是一位单身母亲 警察首先怀疑前夫 但了解后排除了 两人是和平分手 前夫也早已重组家庭 每月还会定期给抚养费 警察注意到了一个问题 凶手是如何把500斤的水泥桶 运到垃圾场的 即使是有车 一般人也很难把它抬下来 莫非是还有其他帮手 此时调查组又收到一条信息 在另一处垃圾场也发现了 相似的水泥桶和女性尸体 看来还是为胆大的连环杀手 而且两个气势地点相隔不远 说明凶手对当地比较熟悉 凶手把两个死者当垃圾丢掉 说明对他们怀有憎恨心理 于是调查组分头行动 一对去现场勘察 另一对去了解死者的人际关系 现场没有搅拌机运作的痕迹 说明凶手是把人杀了再运到这里的 而两位死者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年轻的单身母亲 凶手为何对这一身份如此明淡 又是出于什么动机杀人的呢 调查员来到解剖室 法医已经敲开了尸体身上一半的水泥 这具完整的女性尸体被水泥包裹着 嘴里塞满了早已凝固的水泥 调查员还发现 她的身上有明显的捆绑痕迹 生前应该遭受过酷刑 经过法医鉴定 女人是被水泥活埋而死 因为她的嘴 气管和肺里全是水泥 她是被水泥活活枪死的 而且根据皮肤的干化程度来看 女人早在一个月前被害 她才是水泥案的守卫死者 调查员发现这些水泥块非常完美 不仅年性好 泥土 沙子和石块混合的比例也十分合适 一看就是熟练的建筑工人所为 嫌疑员的职业身份基本可以确定 此时警方再次收到新的案件消息 而且这一次发现的比较及时 是在死者被水泥浇灌后的两个小时内 所以水泥还没完全凝固 尸体能很轻松地被移出来 和上一个尸体一样 这位女性的身上也有同样的捆绑痕迹 调查员用手电筒照进她的鼻腔 发现有化学灼烧的痕迹 由此推断凶手一定有严重的心理变态 因为在女人被做成水泥罐头前 凶手钻透了她的鼻腔 往脑袋里灌入了氯器 另一调查员在地图上发现 这三位死者的弃势地点 能连成一个标准的三角形 那么说明中心位置就是对凶手重要的地方 警方连忙派人在那蹲守 但几天下来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索性检索员根据其中一位死者的身份 搜索出她的弟弟大孝 刚好就是一名建筑工人 经常在本地承包修筑项目 同时她知道了这家人的秘密 资料显示大孝是被母亲收养的 她还有一个姐姐 但奇怪的是就在收养的前几天 姐姐生下了一个孩子 但最终却不知去向 警察顿时猜到 其实大孝是生性浪荡的姐姐所生 为了掩盖丑闻 母女俩偏大孝说她是被收养的 所以她口中的母亲其实是她的外婆 不久前姐姐告诉了她真相 说自己当时年纪上小不懂事才犯下大错 大孝瞬间猛逼 完全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把姐姐也就是她的亲生母亲杀了 随后绑架了外婆逼问她真相 但外婆死不承认 大孝一怒之下把她推进坑里 想用水泥杀死她 好在警方确定了她的位置 即使赶来就下了外婆 大孝还想逃 但马上就被暗倒 至于她为什么要杀死另两位单身母亲 其实杀人不是她的目的 而是想拿人做实验 因为她的母亲她口中的姐姐 在15岁时发生车祸 导致大脑额液受损 患有神经障碍 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性欲抗尽 所以才会年少生子 大孝一边接受不了现实的打击 一边又想要为这出悲剧找到出口 最终酿成水泥惨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去欺骗他人 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男人起床发现额头上多了一道茶 他努力搓洗但怎么都洗不掉 让妻子帮忙看看 但妻子却说啥也没有 地铁上男人只能用手巾捂住额头 一直到公司 他偷偷问同事自己额头上是不是有个X 但同事也说啥都没有啊 难道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 这个越来越清晰的印记吗 男人去医院检查CT 结果显示没有任何异常 医生也没看到什么印记 以为是男人压力太大产生了幻觉 便给他开了点针钉药 没想到男人在回家的地铁上 看到了一位额头上同样有差的男子 两人眼神交汇间仿佛看到了知己 高兴地宛如任老乡 随后还一起去小酌了一杯 格子男说自己的父亲也曾看到额头上的X 不久后就因为意外死了 所以这个X很可能是死亡的征兆 第二天男人在电视新闻上 看到几小时前死去的作家 生前额头上也出现了X 这进一步证明了格子男的说法 男人想打电话给他 结果却得知他几天前去世了的消息 感觉自己也将命不久矣 没想到还来不及悲伤 就在地铁上看到对面女人头上也出现了X 男人大吃一惊 不料他旁边的女人也有印记 男人赶紧环顾一周 结果整辆车上的人都出现了死亡的征兆 男人疑惑又震惊 这代表这辆车上的人都会死 恐怕是地铁即将发生重大事故 男人站起身劝大家都下车 说有危险 但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 看来他们是看不到印记的 男人只好兴兴地下了车 他想找保安求助 结果看到保安脑门上也有印记 再次环顾四周 男人彻底惊了 地铁里的每个人都有征兆 难道是整个地铁都将毁灭 男人疯狂逃跑 来到地铁外面 没想到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依然有印记 这太奇怪了 究竟要发生什么大事呢 男人反应过来后立马往家里狂奔 进门的那一刻就叫妻女赶紧收拾东西 谁知他们转头的一瞬间男人绝望了 因为妻女的额头上也被打上了烙印 此时电视正在播报日本国内 发现埃博拉病毒的消息 男人看到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主持人 每个人的头上都有印记 虽然他们保证病员已经被控制 但男人明白日本即将迎来一场大灾难 谁也不能幸免 这个结局真是出乎意料啊 一个不小心整个国家就没了 大家怎么看